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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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很开心 请了一个少年的权王来接受访问 其实不是访问的只是谈论计计 他的师兄就很出名了 不败拳王曹星宇 他将会计计这个位置 我想想以前曹星出来的时候 有一场一场打下去 蔡凌峰先生今年只有22岁 已经打了多少场拳赛 六场职业 即是有没有全胜 五胜一负 那场输给沈西成 知道没有 好了 先讲一下你那场怎么会输呢 那场第一次作客在菲律宾打 对菲律宾打对斌仔八个回合 对手经验打了二十多场 哦他打了二十多场 输了多过我打的比赛 那经验赢了点数 哦 那不算是负 如果跟我打就是一个回合 我被人击击 那场输不算 第一你出门做赛 第二人打了二十多场 你打了几场 可以跟人打多少回合 打了八个回合 你计算分数点数输 其实就不算输的 就是我们看拳 是KO 或者受不了 但是呢 你有这样的心态也好 自形也失败 但是你在他身上 学到什么呢 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学到很多东西 刚才怎样 就是 呃 呃 呃 嚇过对手啊 或者怎样逼 用经验来 压压人 那 到之后 第六场 那是我尾尔的 到我最后那场 回到香港打 然后 很顺利 那 是的 第四个回合 就是你去 到菲律宾打的时候 是打第五场 是的 那一场你就输了 是的 输了之后再回来打一场 你会赢得比较顺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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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在这个菲律宾 就吸收到经验 是吧 嗯 所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 点数 所以那一场 你不是以点数赢 啊 最后那一场 不是 用TKO TKO 就是打了他 起不了身 或者自己放弃 A冬 A冬 那我觉得你二十二岁 你几多岁 开始打拳 十六七岁 开始打拳 那你为什么有兴趣学拳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菲律宾出世了 自小都看菲律宾拳王 佛丹卡 嗯 都很有兴趣 但是在那边 小时候就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想过去试 所以就 中学回来香港读书了 到后期就突然想试一下 试一下试一下 就走到你 你初一初去打了 那你怎么开始入学去打呢 打拳 纯粹因为有一个兴趣 试一下 去跟谁学 跟拳拳教练 跟他学 是 初一初没学 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那你平时没学拳 之前有没有打架 没有打架 有做运动 有做运动 没打架 那我想问 你第一个师傅 又是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 那为什么你跟菲律宾这样有缘 因为你是菲律宾出世 是啊 可能会和他交通 所以他教你不同一点 因为同声同气 可能是 他教你香港那些 他要讲英文 对着你可以讲菲律宾话 这个 那你会不会觉得 教你第一个教完的时候 有点偏心 有点偏心 对你搞得好一点 会不会有呢 都不会 这个教练对 他都很喜欢他的拳 但是你说沟通上 其实他一定是好一点的 那你初初去学 学多久 学了多久 才上台去打 他 他不会乱让我上台打 我都学了起码 整年 整年 是讲职业 那你有没有日日打 天天打 哦 天天打 放一日假 就是放星期六 放星期六 一个星期日放一天假 辛苦你上班 都这么辛苦 那你一天学多久呢 一天学三个小时 然后早上去走普遍 一日两节 那意思只是你不用读书了 那时候我毕业就去学 就是大学不学了 一年就沒有讀,因為要轉職業 你實成功,你知道為甚麼嗎? 大學中退的人多數成功 讀完大學的東西反而不會成功 成功的人會少,真的嗎? 很多出名的人是大學中退的 可以再補回 你學了一年後 是你自己要求去比賽,還是師傅叫你去比賽? 兩邊相對的,我們溝通過 認為誰是適合的時候,我就相信他 你叫你去打,第一場在哪裡打呢? 職業,第一場職業 我業餘在自己館內賽打 沒有那麼害怕? 不是害怕,第一場已經對著 在第二間比較出名的泰拳監管 帶了很多豐富經驗的人 跟我打第一場 因為泰拳和西洋拳監管 始終有點不一樣 很幸運地贏了第一場 他是受制嗎? 就是泰拳,我聽說泰拳很厲害 泰拳用腳 但他很多爪都不能用 腳也不能用 哦,如果這樣 他反而不夠西洋拳 如果腳和批爪不行就好 因為他們的拳出現 沒有我們那麼有研究 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多技巧 我聽陳惠敏說的 他說其實最有用的 手就是西洋拳 最有用 腳你可以用其他 但手一定要懂得西洋拳 如果無論你想擂台打也好 真的下街打也好 街上街也好 如果你懂西洋拳 你也很有用 是那幾下就很煞食 是,因為西洋拳 我們著重出拳的力度 是由身體轉成的 是 那這個是其他拳 不會研究 一個腰力去分 就是速度、力量 所以出拳的力度不是靠手 就是見人很大的手 可以沒力 我今天經過蔡師傅 我學到東西 我到街上試一下 不是這樣 那你就打 打到呢 在那個業餘那裡 你贏了多少場 業餘 我老實說 不是說打得很多 因為一來香港的機會 真是少 因為剛剛業餘 拳擊不多 就是管內賽 外國來講 也不算是什麼業餘精彩 但是我教練 就不給我打職業餘 就要打多些業餘 他怕你 一是你打難 一是人打難 是的 但是那時候就 逼得慢慢的 大約一年 已經打了十多場 業餘 有一次飛去菲律賓打幾場 最近四天打了三場 我想問你 贏多還是輸多 業餘 輸過一場 輸過一場 都是有些天分 去打他 你剛才說過 他說你昨天教練 好像是做教練 是 是 當初職業的時候的教練 就是業餘的 也是菲律賓人 是吧 業餘的菲律賓人 教導你業餘都是輸一場 贏這麼多場 以我認為 你 蔡先生 風哥仔 都真的有些少天分 如果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香港的 團師的訓練 按你 就不夠 菲律賓那些 嚴格 更辛苦 是不是 是的 但是你這樣 居然 又去過菲律賓打二儀比賽 又在職業 其實就很難得 我想問你 當你第一場 去打二儀 你怕不怕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你怕不怕 怕不怕 不想輸 不想 我們怕 我怕中一槌很痛 剛才說過 準備了一整年 天天打 當中很多對打訓練 就是習慣 不會怕痛 可能不想輸 我想問 痛不怕中一槌 痛不痛 都習慣了 習慣了 初初呢 痛 初初 會嚇得 原來是這樣的 是的 都會有少少 你怎樣拳王都好 都會中隨 不要拳王 旗里都中隨 當然 就是你不怕 我真的有事 很陪伴 你下面看到 啪啪聲 我看你們擔究 你怕不怕 陳慧敏哥哥 告訴我 打開就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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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打 即是經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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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轉去曹聲儀 那個教練 我就是那裏 他就是我第一個教練 第一 即是你葉余都是他教的 是的 我葉余都是他教的 是的 一直都是他教的 是的 這個教練是挺好的 是的 是中國人 菲律賓人 哦 我明白了 原來這個教練 是菲律賓人 他只會媽媽媽 在香港 這些人 而且他是教曹聲儀把拳 是的 曹聲儀大了你多少歲 10年 10年 唉 說了別人的年齡出來 師兄生生氣 是 是 我聽聽聲儀 現在不打職業拳賽 要打奧運會 為我們香港爭光 我在香港的立場街 希望他贏 拿到金牌回來 是 因為我們香港拿金牌 滑朗風牌有 單車有 拳擊就沒有 是吧 如果聲儀拿 這塊金牌第一次 香港的拳擊 就是金牌 你師傅有面子 你做師弟也有面子 他拿完你 跟著你去拿 你拿不到就不要回來 我們不用訪問你 是吧 所以說 我希望他能夠拿到 照你看法 以曹聲現在的水平 去打奧運會 遇到世界的業餘 是 他的勝算大不大呢 有得打呢 對他都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因為他有 職業的硬度 已經是太多 唯一 最要可能 研究的就是 職業轉回來業餘 因為打法是 兩馬四 只有三個回合 對 要快很多 講求的體能 不是拖牆 我又覺得 如果他這樣打 職業打回這些 應該是比較沒有吃力的 應該是嗎 也不一定 因為 對手會在一個回合 會在一個回合 擠爆 我明白 你那些普通 職業打八個回合 十二個回合 十二個回合 他們可以慢慢慢慢轉動氣 這些就要埋身 就要學李小龍 最好一個回合 搞定 又不是 都是 因為他們不講力 不用講太大力 就是點數 都可以 打勻他更好 最好 最好 通常業餘是打足的 通常三個回合 是打足的 因為 只是講拿分 不是講一拳 但是奧運 是三個回合 要速戰速決 不是 你計點數 可能他多了一點命令 你優勝過他的 否則你中的總拳 多了分 你就大件事 是 我想問你 中了一拳 有多少分 就不是這樣計 我想問 那些ポイント 我們不懂 是怎麼計的 其實都很主觀的一件事 他有個 criteria 給了三個評判 在下面 業員好像五個 即是如果奧運就五個 是 我理解是五個 就看他拳手的主導性 也是一樣 就是他不斷迫著 另一個人不斷走 他就佔向風 外面的準確性 是不是人家說到 還是真的打到 這些又是分 不是說一分一分 不是說中一拳一分 不是 因為你肉眼都 也有 他裁判主觀的分數 也有很多主觀 所以常常業餘也好 職業也好 也有爭拗 除非打到他暈了 就沒得咬 對 不免得計 他就沒得咬 所以作客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說 最好打低對手 就不輸成 好像曹昇宜去打 應該是明年 明年 明年奧運 應該是夏天 是6月 夏天 7月 我想問 我覺得對曹昇宜的幫助很大 第一 7、8月 日本的天氣 又不是很熱 又不是很冷 第二 我們香港去東天很近 第三 日本對我們不陌生 所以對他有好處 例如西伯利亞來的拳手 去日本相差很遠 對嗎 環境不熟悉 日本人 如果他自己沒有拳手 他一定會猜我們香港的人多 他很難會捧鬼佬 對嗎 尤其是叫我們香港加油 頂順 甘巴爹 這次我覺得 還有在日本有很多華僑 所以我覺得對昇宜來說 有很大的好認識 如果他這次不拿到金牌 到我發怒上台和他打打低 英國這塊金牌 都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其他選手 多少歲 年輕的業績 通常業績會 20、20至25 那會不會年齡 昇宜成為她的負面的缺點 又不覺得 因為他現在的訓練 覺得他的動靈活性 都是二十多歲 好了 我們回來再說曹昇宜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以你們的營量級 輕營 輕營級 很難KO人 是嗎 其實是的 很難KO人 我懂的 你知不知道 不是不懂的 很難KO人 因為拳沒有那麼重 你KO人 就真的 挺厲害的 因為通常 又靈活又快 因為他們輕身 但輕身相對 你的拳沒有那麼重 重極有限 重極有限 但那個人不知道 是否玻璃腎 大一聲就躺下 那個人第一場那個 他的身形很高 我這個磅數來說 我都要減 高過你 我都要再減18磅 但他更高的時候 他的身體很薄 是 有沒有斷了骨 這樣也沒有 打贏了 我問你 職業 你要打第一場 有沒有人工